押後四年一度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是非常非常艱難的決定 但是為了押止疫情 為了公共安全 和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並同時能夠確保選舉 是在公開公平的情況下進行 這個決定是必須的 其實過去這大半個月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聲音 是質疑我們是否能夠 仍然安全地在9月6日舉辦一個選舉 還有當提名期結束之後 那些候選人是怎樣可以安全地 進行這些競選的活動 事實上兩天前甚至有人寫給我 就說如果我不押後這個選舉 可能要採取一些司法的行動 但是同時社會上亦都有不同的聲音 亦都有一些人是抱有懷疑的態度 但是他們都移中留情 就說如果真的要押後 特首行政長官 你是需要清楚地解釋你的理據 和法律的清楚 所以今天我會花一些時間 跟大家解釋 我們做這個這麼艱難的決定的時候 考慮了一系列的因素